北检刚刚补强的证据提出了抗告 那可能会先救训沈庆金还有应小为 他们两个已经这个受压禁建了 那检方赶攻补强的证据 你看到在今天傍晚五点多钟 五点钟就已经提出了转送高院审理 当之前很多都这样讲了 这个北院也不想承担压力嘛 那现在压力到了高院 高院会怎样呢 当然还是要看证据 但这个案子大家都觉得政治力很强 所以你觉得这次高院会准还是会驳回呢 我们稍微请教一下三位来宾 但我同时补抽一下讯息 一个是在柯文哲五宝请回之后 今天他讲了蛮多话的 那亮哥在节目中特别提醒大家 进入司法程序不能随便再讲 柯文哲一秒响起 然后下一秒又忘 他先讲不能讲这么多 下一秒就看了证据的节目 他先想起了亮哥 就说不能讲这么多 然后又想起了委员 然后又讲了四分钟 我才是有四分钟没那么差 不止这样 讲到一大堆了 但讲来讲去都一样 就是说这个案子有高度的政治遗憾 案子送进了都委会 大家可以自己找记录 他说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参与 就是之前他脸书讲的嘛 他不知情到今年才知道是百分之八百四 然后呢就开始骂民进党 现在呢已经从负面选举走向了负面政治 北柬昨天没有抗告大概是用国家力量在认真研究柯文哲啊 没有错 不负众望 刚刚五点钟就已经提出了 那之前让大家有点跌破眼镜的 他说他不知道容积率百分之八百四 那这位呢前都委深夜发文丢了五大点 看起来对柯文哲不太有利 那他是中原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叫曾光宗 他认为金华城的提案理由跟内容都不合法 而且不合理 在2017年到20年之间他参与了这个 他在与会的过程当中三次提出了反对意见 然后呢他说这个容积奖励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是委员了 先告诉大家他的角色 然后他就说涉及如此庞大的利益 不应该以不知道一语带过 那作为主管机关的都发局 也不应该把这个不合法的个案 直接送入都委会 这是县委员于不义 而且有谢责之嫌 更不应该呢 帮申请单位提出的解套程序跟方法 好来这中间牵扯到假张乙张的问题 倒不过我们有一张截图 把它丢出来 所以柯文哲说他不知道 大家民众第一时间的主观看法 牵扯到一个百亿利益的案子 你市长怎么可能不知道 又不是随便一个什么户籍腾本小案子 但昨天委员也好 长期在公务机关服务的介大使也好 都说可能啊 怎么会不可能 对不对 那市长有所谓的假以炳章 那最后呢 从结论来看 假以炳章行之有年 牵扯到百亿大案的重要决策 最后呢 核定是盖上了柯文哲的假张 所以牵扯出了这个司法风暴 柯文哲帮忙 彭震生帮忙盖下了柯文哲的假张 这就是他手上的假张 有没有签名是震生 是彭震生 假张以张什么意思 行之有年 三位台北市副市长 分别就持有假以炳章 按照市场的授权 跟案件来分类 那当然有议员质疑 这么重大的案子 只用假张 你不用亲自签名 不用亲自签和吗 我们稍后来讨论 除了市长之外 三位副市长 各拿了一颗专用张 你看到彭震生拿的是假张 这是第一副市长的假张 那还有的 我们看到这个其他的 像黄珊珊拿的就是丙张 所以有一些案子 不见得要市长每一件看 可能副市长觉得 这个东西没有争议 我就帮你盖下了这个张 所以你看到 彭震生假张 以张是蔡炳坤 黄珊珊拿的是丙张 那公务机关内部 也就是依此作为授权的排名 如果市长请假 就是由假张的副市长 代行公文就彭震生 要不然就押印 本案一分层规定授权 人员这个决行等等 所以最后呢 就是彭震生盖上了 柯文哲的假张来决行 那这样子倒推回去 柯文哲讲说 我完全不知情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 有没有问题呢 签名的是彭震生 他确实盖上去的是 他手上拿的这颗假张 亮哥觉得呢 我这个文 这个文如果到柯文哲那边 柯文哲的批示在哪里 没有看到 对 是 不过市长过去就发生过 就是市长刚好不在 然后那天开会 那个副市长 因为他是召集了 他就盖张 这个事情是这样 因为北院那天的裁定 让我的感觉 因为彭震生是积压 而且北检提出的积压理由 是两个罪都有 第四条第五条都有 就是收贿 图利 而且货赂金额巨大 他没有讲多少 那彭太太的说明 北检不接受 彭太太说是他卸任之后 公司董事及公司顾问所得 那北检不接受 所以彭震生被积压 是两个罪都成立 然后柯文哲他说 嫌疑不重大 所以把他放走 对不对 所以北院的那个理解 给人家感觉 是彭震生一手遮天 不是吗 这跟大家当初的推想事 完全不一样 这个蛮可怕的 对 等于是比如说我 我看到的资料 比如说我看到金周刊 天下 一大堆重要的杂志 都有登这个案子 那他们写的一些时间序列 还有市议员得到的资讯 简单讲就是 消息的来源都来自彭震生 不然其他人怎么会有消息 对 结果彭震生都说是柯文哲交办 这个案子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得到一个印象 都是柯市长交代 因为彭震生 8月有去台北市议会 所以还以为他会转污点证人 然后一切都是市长交办 他就是盖章的人 但现在整个剧情大翻转 我给你讲 彭震生被深压 他自己都吓一跳 所以他不是紧急送医吗 心理压力极大 拉拉太太不是也被约谈吗 就说我是讲北院的那个理解 会让我做出这个推论 就说北院的理解就是 你们没有任何市政说消息来源 是柯文哲 或者柯文哲做决策 那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杂志 电视报导 还有市议员的传话 比如说彭震生 8月去台北市议会 那当场他就讲是柯文哲交办 那这也是彭震生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 我觉得北院那个租法官 他就是采取最严格的认定 所以你有没有直接证据 说是柯文哲交办 或者柯文哲批准 那他认为北检没有提供 就是这样 那当然柯文哲大嘴巴 他昨天干嘛去讲说 我不知道840%容积率 那这个黄珊珊一大堆人 都出来帮他辩 说他不是那意思 他是说 你看他今天就改口了 我没有参与 他不可能不知道840% 不可能 因为这个案子是2020到2021 就定案 那定案之后 那个金华城就开始盖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840% 他之前还说 对啦就是图例啦 对不对 他就讲过一些 就是随便讲的话 那你讲不知道840% 这个当然人家就觉得 所以昨天我在直播 就一堆人说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这样吧 就一堆人在搞这个嘛 很难接受 今天讲这个 就稍微精准一点 这个 郑元兄的指示有效 就是说 我没有指示他 就是说你就讲 按时 你的按时有效 没有 因为你无关 我就是讲话要讲精准一点 就是你没有参与嘛 你没有下指示嘛 那未来人家就要找这方面的证据 事实上现在压力最大的一定是彭正生 因为行贿的罪不高 彭正生我跟你讲 这个第四条跟第五条 两罪合并 12年起跳 12年起跳 所以他压力极大 所以他有非常大的诱因 愿意转污点证人 问题是这个不是你讲就可以了 对 你要有证据啊 因为这个事情很麻烦 那个曾光中老师 他就是说 这种案子都是极少数人之 做决策 极少数人 对 然后他说 独发局你应该要先把官啊 你怎么送到我们都委会呢 把这个献我们于不义 事实上都委会常常会有不同意见啊 他只要投不同意见就好了 事实上也没什么啊 事实上确实有人投不同意见啊 那独发局开学者专家会议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啊 连法务局都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啊 那为什么这些不同意见 后来都不构成阻碍了 还是让他过了 那这个动意来自哪里嘛 我觉得现在的关键就在这里 那因为彭正森刚好是副市长兼 都委会的召集人啊 所以他首当其冲啊 因为你 你这一关一定要过吧 你这一关是散不掉的啦 那之后才是去扯柯文哲有没有介入嘛 可是你这一关跑不掉 对不对 他可以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啦 因为他现在压力极大 还紧急送医 但是没有讲细节 就是他的这个金流有没有查到 只说有这个行贿这个巨额嘛 金额巨大嘛 没有 他说他的账户里面有 对有 有巨额的金流嘛 对 然后他太太帮他解释说是 公司顾问跟董事所得纳 对 那北俭不信嘛 我们是不知道那个钱有多大 因为我以前也看过 有一些人卸任之后 去当顾问那薪水高得下人 高得下人 那因为坦白说啦 如果要表达后谢 也可以在你卸任之后 因为坦白说卸任是2022嘛 对对 那这个过了是2021嘛 2021过的 那202212月你就卸任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才来表达感谢 这个逻辑上有可能 那可是现在 现在我觉得就变成 北院的理解是 万贱其子彭震生 彭震生为了要救自己 就要往上咬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